據說現在有不少的國人要出手去打疫苗 有富豪花了800萬包私人飛機 要到美國去打疫苗 據說私人飛機現在訂單還滿到了6月 而且現在因為最近日本 贈送台灣疫苗新聞正夯 所以包機業者表示 最近諮詢到日本去打疫苗的 諮詢度也變高了 所以現在非日本打疫苗好像也蠻夯的 另外也有人到中國去打疫苗 而且是藝人帶頭 包括了蕭敬騰 潘美成等等 都坦誠已經在中國打了疫苗 那這個業者是說 雜大錢包機出國打疫苗的人數 現在暴增了五成 本來是以美國為首選 可是考量這個時間可以省下來 再加上金錢的問題 所以現在到中國的詢問度變多了 那包機的這個費用 為什麼會到中國去詢問度變多 聽說如果是到中國 不是到美國的話 這個費用一下從八百萬 就可以降為四百萬腰斬 而且飛航的時間 只需要到美國的三分之一而已 再加上語言通 業者還能夠幫忙湊團 可是這一些傳言到底是不是真的 指揮中心有表示 六月份每天到中國的人數 大概四百到六百人 是穩定的 並沒有特別增加 那另外呢 這個最新的消息就是 國產疫苗到底能不能夠 拿到緊急授權這件事情 美國這個緊急授權傳出 因為美國疫苗已經夠了 所以很可能要把門關上了嗎 路透社說呢 美國FDA宣布 除了最後一支 Novavax的這個疫苗 可以採用緊急授權機制之外 以後將不再發緊急授權 給任何一家疫苗了 所以高端聯亞呢 就被質疑 是不是無緣打入美國市場呢 好 但是呢 一講到國產疫苗 我們來看到一堆人 就開始喪衰了 像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尤淑惠就說 國產疫苗研發的時候 就拿了政府的高額補助 而且承諾要提供優惠價格 給政府採購 為什麼買價超過八百元 為什麼比國外七百七還貴呢 民眾黨立委高宏安則說 我國以免疫橋接要取代 三期試驗的這個緊急授權 已經成了全球首創了 如果國產疫苗保護力不如預期 那就像穿了國王的新衣一樣 但是亞東醫院的 這個專責主治醫師 林沛記得說呢 這個疫苗形同國防產業 國產國造真的是不可或缺 所以整天只會開酸無濟於事 我們還可以承受多少次 因為沒有疫苗造成的經濟損失 跟社會的這個撕裂 到底誰說的有道理 還是先請教一下學委 今天這個國產疫苗 我們為什麼會特別提到這個 因為呢 細出同源的Novavax 現在傳出呢 他的這個保護力 可以高達九成以上 那到底是不是可以連動到 這個我們的這個國產疫苗 聽說我們的國產疫苗 現在也開始在做全球化的布局了 你怎麼看 那個Novavax這個事情我等一下再講 我先講說一開始的時候 現在很多人就出走去 出國去打疫苗 那其實我上個一個多月前 就已經有人詢問我要不要去 一個人四十萬對不對 對啊 就去那邊打了第一劑 在那邊吃住 那個機票來回這樣 一個人叫四十萬 對啊 那個時候很多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是只有貴婦富豪才有辦法 那現在包機過去的話 而且以前都是 就是剛開始是以美國為主 那後來日本之前 他不是捐給台灣 那個一百二四萬劑的那個疫苗 那大家覺得說 日本是不是有很多疫苗可以打 可是日本他還是有法令限制 你不要太想太想不到 真的 不過我知道說最近是很多人 真的是到東國打疫苗 包括我的好朋友 那個董念臺 董哥 他也是在揪 可是我不知道他後續 揪的情況是怎麼樣 為什麼大家想說 去中國可以打疫苗 這其實反映一部分的人的心 他覺得說在台灣 你等不到疫苗 等不到疫苗那怎麼辦 我就去中國打打看 而且去那邊打了之後 說實在他那個價錢又便宜 比美國節省一半 而且說實在他去那邊 語言又通 他說什麼你聽不懂 只有我滋下去什麼東西 不知道而已 那就嚴重啦 對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現在很多人去 那之前也有人做一些梗圖 就講說 你如果想去跟中國好的 你就去打中國疫苗 那現在已經很多人在過去了 對不對 那我是很佩服他們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你用實際行動告訴你說 我就是挺中國疫苗 那我也沒意見 好啦 那最近又有一個人叫做 陳蘭向泰 向華強的老婆 我是覺得說 他現在真的很誇張 他是因為他的媳婦 生了一個女兒 所以他就來台灣 就是現在在台灣裡面 就是陪著他坐月子 來這邊再過 過得很爽 共享天倫 可是他最近講的一些事情 我實在是受不了 你知道 他說台灣省現在被全世界恥效忠 我不敢在台灣 台北偷打疫苗 用特權也不敢 只想快點逃離 帶一群朋友坐我的新飛機 去能打疫苗的地方 你趕快逃離 要走趕快走 真的 沒有人要留意 你留在台灣的話 台灣人也不大歡迎你嘛 對 大家想清楚有沒有 去年我們為了這個新聞 在講說那個像華強 他不是還為了要移民 有沒有 還用依親的名義 來這邊搞了一大堆 說什麼台灣疫情做得很好 對啊 後來被人家駁回嘛 對不對 就是因為不讓你來 所以你心深怨恨嗎 對不對 而且他後面 像太太還講了 他說可能是最寬容大度的祖國大陸 我就跟你講說 他就是因為怕被人家想說 你去年不是還要移親 還移民嗎 對 所以他希望祖國 寬容大度 能夠原諒他這一段 免得去要被消失 對 因為他要去打疫苗 可是在我看 我說實在話 那個成人下代他懂什麼 因為這只是人好玩 人玩而已 對不對 我看到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這整段裡面 最新新聞的是什麼 他是在炫復 因為他告訴你說 坐我的新飛機 你還做還打錯 你看 他就是告訴你說 我有新飛機 大家不要搞錯 他只是為了要炫復說 他有新飛機而已 好啦 那我就講說 其實英國衛報 最近也有一篇報導 這也是值得我們國人同胞 需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那個衛報裡面講到說 疫苗成為兩岸緊張 關係最新的引爆點 他就告訴你說 中國大陸真的態度很奇怪 他就告訴你說 我免費提供你疫苗 你民眾可以來這邊 直接來中國接種疫苗 對不對 可是應一方面又告訴你說 美日捐贈台灣疫苗 他都有意見 你看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到底是要怎麼樣 你是要叫台灣人 跟你一起做會事還是怎麼樣 你今天如果真的 這麼關愛台灣同胞 對台灣人這麼好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拿到 美日的疫苗之後 你意見這麼多 而且我就跟你講說 台灣政府跟民眾 現在對中國疫苗的 那個信任度很低 對 所以現在中 你看我們政府也不可能 開放中國大陸的疫苗 對不對 否則你看 我正前給你動那麼久 我現在突然間開放的話 我不是跟你中國大陸投降嗎 或者承認你中國疫苗比我優越嗎 另外一個件事情 那我就覺得說 可是我們現在看起來 國際疫苗遲遲不能到貨的話 我是真的 而且國產疫苗 現在又很多人在質疑聲浪 當然我們之前一直在講說 這可能是中國大陸的一個 中共對我們的一個認知作戰 對不對 那可是我是邪了說 政府要怎麼樣去處理疫苗 這一塊的事情 說真的不管在國際疫苗 或者是國產疫苗方面 真的都要加緊腳步 好那我們再講回來 最開始講到那個Novabox有沒有 他現在就告訴你說 他的經過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Novabox有做第三期臨床試驗 他的總體效率達到90.4% 而且是百分之百預防中度跟重症 是百分之百可以預防 而且他對於某些變種病毒的效率 還高達93% 那第三季他會向美國那個食品 藥物管理局FDA申請授權 而且他知道他第三期 在美國跟墨西哥做了之後 做的那個人體試驗是 299,960個人 而且他在自然醫學期刊裡面 他也公布 他說他的保護力 相當於莫德納跟BNT 那我是想說 Novabox這個大家已經想到說 那我們的國產疫苗怎麼樣 我知道的是包括聯亞在內 那當然高端解盲之後對不對 那聯亞也更受到期待 那聯亞是跑到很前面 在這個吃蛋白的研發上 那臨床二期的話 他們一直強調說他們臨床二期 其實在緊急授權許可之前 是逐一通過 查檢表上面有100多項的要求 那強調二期是用三期的規格在做 而且他們說實在話 他們已經在四位登陸臨床三期 就是增加未來四位組織 可能會承認聯亞開發的疫苗的可能性 所以雖然說美國現在已經關閉了 緊急授權這條路 那可是他在四位組織這一方面的話 或許可以那個不管怎麼樣 我是覺得說現在暢衰國產疫苗太早了 對不對 很多人就講說你國產疫苗 這樣什麼免疫橋接怎麼樣 大家當然知道說對位置的東西 當然提出質疑我沒有意見 那可是也不用去過度去暢衰它 因為國產疫苗搞不好出來之後 搞不好他是真的 另一座的護國神山 而且如果真的國產疫苗成功的話 我是覺得說中共對我們的認知作戰 就可以從此瓦解